Hello, this is the Boken Fish 今天OpenAI又发表了一款新的语言模型 GPT4O Mini 拥有更便宜的API价格 以及更快的生成速度 同时在各项测试方面的表现 看起来也相当的不错 今天就来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今天为了临时来拍这一部GPT4O Mini的简介 主要是因为 现在OpenAI已经使用了GPT4O Mini 来替代我们在网页版的ChatGPT上 看到的GPT3.5 所以现在当我们每日的GPT4O额度用完时 就会直接使用到GPT4O Mini 也就是说 它是免费开放给所有使用者都可以使用的 OK,前话讲的够多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介绍 首先,根据OpenAI的官网所述 GPT4O Mini的Context Window大小为128KG Token 输出最长为16KG Token 这是截止日期,是2023年的10月 在能效方面 OpenAI表示GPT4O Mini 是它们目前最具成本效益的小型模型 在表现明显由于GPT3.5 Turbo的情况下 它的成本比GPT3.5 Turbo 还要减少超过60% 每百万Token的输入只需要0.15美金 输出只需要0.6美金 同时,除了它模型规模较小之外 得益于使用了GPT4O的改良版的Tokenizer GPT4O Mini在处理非英文的文本时 也一样会更具有成本效益 计算的Token数量比较不会这么多 再来就是GPT4O Mini的能力表现 根据OpenAI的官网所述 GPT4O Mini在各项基准测试的测试资料级表现上 不管是文字或是多模态表现 都由于GPT3.5 Turbo 以及其他的小型模型 像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放入比较的 就由Google的Gemini Flesh 以及Anthropic的Cloud Haiku 表中它也有加入GPT4O 这个目前最强的语言模型 来给我们当作参考的标杆 GPT4O Mini还支援了与GPT4O 相同范围的语言种类 同时在LM6的排行榜上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言模型竞技场排名 聊天方面 GPT4O Mini甚至超过了GPT4 只不过这方面的数据 它暂时还没有更新到网站上面 我们必须要到LM6的官方Twitter账号上 才能够看到这个排名 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给大家参考 再来 根据Artificial Analysis的资料 GPT4O Mini在生存速度方面 基本上是目前最快的那一提次 跟Gemini 1.5 Flesh速度差不多 目前它的资料 是每秒大约能输出166个Token 此外 OpenAI还表示 GPT4O Mini在函数呼叫方面表现出色 对于常温的解析能力 也有进一步的改善 OpenAI与RAMP 以及Superhuman等公司合作 来测试GPT4O Mini 可以使用的地方 还有它的局限性 他们发现在从收据中提取结构化数据 或者是在提供电子邮件历史记录的情况下 生成高品质的回复邮件 GPT4O Mini的表现 都明显优于GPT3.5 Turbo 最后 这是现在各家公司 都算是相当注重的安全性的问题 OpenAI表示 是GPT4O Mini 并持与GPT4O相同的安全标准 在训练过程中就已经植入安全机制 除了在预训练阶段 就已经过滤掉了仇恨言论 成人内容 和垃圾邮件 等大家都不希望模型输出的资讯外 OpenAI又透过RLHF 人类意见回馈强化学习 来调整模型的输出 并请了超过70位社会心理学 和错误资讯等领域的外部专家 测试了GPT4O 用来改善并提高GPT4O和GPT4O Mini的安全性 这边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 GPT4O Mini 他们使用了一个全新的 名为Instruction Hierarchy的技术 定义出模型指令的优先级 以及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 能够更有效地抵抗越域 提示词注入 System Prompt提取等攻击手段 以上就是今天GPT4O Mini的简单介绍 整体来说GPT4O Mini的出现 应该会让市场上有更多的AI应用 因为GPT4O Mini它的价格真的是低到太低了 甚至比GPT3.5 Turbo还要低上不少 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市场最低价 Gemina 1.5 Flash的API价格 还有Cloud的SanHiku 都比GPT4O Mini还要贵上一些 因此GPT4O Mini可能也会是一个契机 有机会让更多的企业愿意投入AI的转型 将AI融入自己的工作流程 或者是部分的对外服务 同时OpenAI也算是让大家再次大开眼界 从API的价格如此低点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出GPT4O Mini的推理成本 应该还蛮低的 同时也代表模型的参数量应该不会到很高 等于直接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整个市场 模型的参数量也许并不是这么重要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你们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不要忘了订阅你们的订阅 OK Take it easy See you guys